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4日 今天是星期日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說說中國內地的情況 這節要說 中國內地也有學者發起聯署的 聲明 也發出 他們的學者建議 關於 就是這個 清零 他們 提出這個反對的意見 他們也 出來發表意見 認為中國大陸應該 挽救這個經濟 因為 中國大陸的經濟 無論在各個方面都受到極嚴重的衝擊 就這樣 在乍看之下 尤其是對於香港的聽眾來說 有學者出來說不行了 要改變 聽起來 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因為我們以前在香港 經常都有學者 出來發表意見 就着 政府那些所謂政策 發出意見 那有甚麼特別呢 中國內地就不是這樣 中國內地 很少會有所謂的學者 出來 真真正正去說他們的意見 尤其是 跟政權 即是現在習近平的路線 清零路線 說相反的意見 其實是內地 那些所謂的學者 根本從來是不會這樣做的 因為這件事 你很容易 不知會得罪甚麼勢力 所以他們以前 一定是全力配合所謂國家路線 但是今時今日 他們 都膽敢出聲 膽敢對這個所謂清零政策 發表 相反的意見 其實很大程度上 都是一個客觀的證據 證明 內地出現了改變 這次來自這個 騰訊新聞的報導 說由於 這個疫情反復 因為已經來到冬天了 我們也知道 就是武漢肺炎 其實跟 其他的所有 就是流行性感冒 都是一樣 到了冬天的時候 他的傳播 是會更加嚴重 所以一定不是只有中國大陸 實際上全世界那個疫情的數字 都在這個時候變得更加惡劣 中國大陸 的防疫政策對經濟造成了極大的衝擊 本身 中國大陸的泡沫經濟 高槓桿 本身 金融泡沫都已經是爆破了 更何況 還要 大規模搞防疫 所有的經濟活動 是徹底停止 我們不需要說得遠 只是拿一個國家 去討論就已經知道了 這個跟中國大陸相當之類似的國家 這個叫做俄羅斯 俄羅斯只是因為動員打仗 然後有大量的人逃亡 逃亡了幾十萬人 已經足夠使得俄羅斯的經濟 向下滑 最新的預測 他的經濟增長大幅下降最少3至4個百分點 這個當然是估算 中國大陸 不是說有幾十萬人離開 是說 幾百萬人 過千萬人 甚至乎是更多的人口 全面停工 這樣的情況你可以想像到 到底其實中國內地的經濟 下跌了多少 所以 國內的經濟搞不定了 財源潮 周圍都是 中小企沒有辦法生存 社會消費大幅下降 各種問題 不斷出現 結果 6個中國學者 跟中國當局說 你再不開放經濟活動的話 真的快餓死了 那些是甚麼人呢 管稱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 清華大學博士 金融研究所所長 首席中國經濟學家 這些 是國內經濟學家 他們現在夠膽繼續 對著清零政策是say no 一個叫姚洋 中國經濟學家 北京大學教授 做過北京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和院長 中國經濟研究 中心主任 還有就是黃奕平 中國的銀行家 經濟學家 也是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還有一個學者 叫做梁建章 中國人口經濟學 和創業創新研究院專家 攜程集團的創始人 還有一個叫做任澤平 這個是 經濟學者 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 副會長 他們雖然不是說開口 直接說反對就是清零政策 但是 直接 給了 建議這個中國政府 叫他一定要 開放經濟活動 他們提議的內容就是如此 開放大眾運輸 辦公室 餐廳 酒店 物流 商場 所有經濟活動 統一 全國的防疫標準 這個是很關鍵的 他夠膽 寫在建議書上說你現在全國的標準 並不統一 其實 這些 在以往的時候 這些是很重要的 一個啟示 你夠不夠膽 那麼容易去質疑 就是 中央的政策 他們同時也提出要消除全國範圍內 出差和旅行的過嚴限制 做好 開放經濟活動 以及輿論宣傳 第二要減少風控範圍 不再進行這個全區 全個城市 統一大規模 就是做核酸 要加強老年人 疫苗接種 還有就是 做好脆弱人群 醫療保障 要做好這個叫做Omicron 現在 致病性開始減弱的科學宣傳 要普及 他每一點建議 聽起來都好像 相當溫和 但是 從這個 內地的角度來講 他們夠膽現在 大大聲聲說這個Omicron 病性是減弱 這件事在過去的半年 過去一年 又或者更長的時間 在內地是沒有人敢說的 這件事 違反最高 的那個人 習近平 所說的清零路線 第三點建議 說要在2023年的GDP目標 要設定增長5%以上 我們當然絕對不同意 中國大陸你不要說要有增長 你跌到 不要跌那麼多已經是要偷笑的 中國內地的經濟數字 是絕不可信 這班所謂的經濟學者 就是一直 幫北京幫中國大陸 唱好 唱好經濟 不是說你唱好 有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既然如果你是學者 而你是為了政治而服務的話 你那個根本就不是一個意見 到最後 泡沫經濟爆破的時候 那些市民就要受害了 不是你說唱好 就代表你對一個地方 負責任的嘛 所以 如果有內地的聽眾翻牆聽 也希望你明白這個道理 不是說幫你說好說話 就叫對你好的 到最後 其實是在害你 而且他幫你說好說話的原因 不是因為對你好的嘛 是因為政權喜歡好聽的 說話 對外宣傳容易 對內宣傳容易 第四點 要支持民營經濟發展 要提振民營企業信心 他們每講的每一個政策 其實都跟習近平的主張相反 習近平在搞的基本上就是 共產黨模式 公私合營 將國家 吞併所有民企 所以我也很奇怪 這些經濟學者 內地經濟學者 居然敢提出那麼多的論點 每一個論點基本上 都跟習近平的主張相反 第六點 第五點不說了 新能源汽車 鋰電池等等 第六點 他說要優化地產 調控政策 促進 地產市場 軟著陸 那是甚麼意思 國家機密被透露 原來內地地產市場 要硬著陸了嗎 紙是包不住火的 到最後你每一樣東西當成敏感詞 不讓人說 這個就出事了 其實 中國內地的地產市場 已經是面臨崩潰爆破了 其實 又或者 說應該是已經爆破了才對 現在他們在說的東西 說怎樣可以令他軟著陸 其實你不要說軟著陸了 實際上是怎樣爆破的時候 不要那麼慘 這個才是正確的說法 不過雖然所謂學者 提出要鬆綁這個 房地產的限購令 還有就是限貸 補充限貸令才對 換句話說 他現在內地是收緊了貸款 等於完全借不到錢 借不到錢去買樓 那麼有多少人 可以所謂Full Pay 你拿著現金 拿著那麼大筆錢去買房子 整個地產市場 完全是沒有任何的承接能力 然後他用行政手段 禁止你去買樓 限貸的另一個原因就是要限制人家 成功賣樓而已 因為買家 借不到錢 不能跟你買 簡單來說 不是在做 挽救樓市的工作 而是市跌 不讓你賣 這件事到最後會發生甚麼現象 就是到最終 恐慌性拋售 恐慌性 下跌 我們從這個 國內的這些經濟學家 要提出的 6、7點的建議 給這個中國大陸政府 你已經可以想像到 國內的經濟有多麼差 本身這一班 你可以用一個 術語叫做大號友來形容 他們每一個 都是幫 中國大陸經濟唱好的人來的 都要跟你說 要給意見 去改善的時候 你就知道 中國內地現在的經濟情況 有多麼惡劣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 除了跟大家緊貼著時事之外 引領各位用正確的方向 去思考問題 是很重要 新聞就有很多 每天都有不同的報導 你怎樣去理解那個新聞 新聞出來了 有人出來說話 背後的邏輯是怎樣的呢 這就是我們時事評論節目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幫你整理的思路 幫你了解到底新聞背後 訊息是甚麼 這一節前面忘了說 請大家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的工作 我們有大量的 節目被黃標 受到嚴重打壓 所以希望大家 記得真的要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發 這個是最重要的支持 請大家多多幫我們做 好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邊